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社会上去解决就业问题 专业本身没问题 那可以 那你在商业大学里面增加语言类学科 在语言类学校里面增加工科类专业 在理工类专业里面增加农科类 这女儿该怎么解释呢 我跟你说 招办主任就相当于销售 她只要把我的这个学校销售出去 后边的售后我可就不管了 其实在国外 尤其像比如美国 真正优秀的人是去从商 是去创业的 什么叫商案 就是考上的 你怎么不知道什么叫上案呢 不知道 我以为是放弃了打案工作的 一姐还是带有我们那个时代的 认为工作了才是上案的 我说考上了是上案 考研上案的人只占百分之 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原汤化原石 我是从毕业就想去外企当高级白领 至今也没有实现愿望的一姐 我是一毕业就想到社会上打拼死活 不愿意考工不愿意考研的阿福 我是又读过研又考过工的小黑 咱俩是反义词是吧 对对对 嗨 咱仨不殊途同归吗 那倒是 我们这一期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 主要谈的就是就业 当然现在也不是刚刚就业的话题 它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每年的就业的 就是各个学校统计这个指标 是截止到每年的8月31号 就应届毕业生 对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最后的冲刺阶段吧 话阶上上期咱们不说到那个高考咨询的事吗 对吧 考试的事 那考试的学生们咨询一问就得是 你们这就业力怎么样啊 对对对 感觉他们说都是85% 90%以上呢 谁说的 曾经 招办主任是吧 曾经 对呀 今年不敢说 平均水平 我跟你说 招办主任就相当于销售 营销 对 他只要把我的这个学校销售出去 后边的售后我可就不管了 对 当然 这率有多少取决于你自己本事 当然虽然说各个高校 招生和就业是一个办公室 招生就业办 对对对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负责呀 只管起始端 不管结束端 不管就业那老师可就愁了 所以啊就是 招生对于学校来说 其实没有压力 因为现在都卷嘛 现在无论是本科也好 还是研究生也好 分数都是水涨船高的 但是就业这一块 可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了 其实我身边还没有特别明显例子 你在采访中有这种最近就业的事吗 今年学生确实是挺难找工作的 我最近在采访 我觉得好像给我的感觉 过去你像学校还有什么双选会呀 会有一些大规模的就业 比如说同一家企业 他在这学校哗召一批人走 但是今年给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是一个一个在解决 三年来我观察了疫情三年的变化 今年比去年和前年还要严峻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咱们国家就已经凸显了这个就业的问题了 当时什么情况呢 你看今年啊 像这个985 211的院校的都得是一人一侧 一个一个去解决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还有小规模的就业 就是我同时有一批学生 到某一家企业去 但当时出现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当年的天津 也是为了落实这个就业去向 实际上是给一些系统分派了指标 就是就业指标 当然你这些企业本来也要招人嘛 比如说国企当时天津是分派了3000个指标 然后国企呢 就马上找到了 像天津大学南科大学这样的 985211院校 说你赶紧给我推学生 我要完成这个指标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天大还有的谈 天大就会跟企业说 我可以给你推学生 但是你必须两个男生 给我带一个女生走 那企业也同意了 然后所以这样呢 也是解决了一批 当然我说这些只是国企解决3000啊 但其他系统也还会有 不过天大也没有多少女生 对天大 可见女生找工作更难 对本来女生找工作就难嘛 在疫情之下 那两男带一女 至少他还能解决一下 但是到2021年的时候 当时我也是跟一些学校在私下聊天 有一个学校 市属院校的一个老师 就在电话里跟我说 哎呀别提了 苦啊今年的就业 难啊 我们现在不得已啊 再动员学生当兵 就是当兵的话 他也算就业指标 参军进部队了 去年的这个 这个在天津招的这个 这个进部队的当兵的这些人 我记得本科率是90%以上 天啊 当然本来现在 都这么卷了 现在国家也有规定 就是我们征兵要提高学历 本来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只不过以前可能进部队的动力 没有现在这么大了 没有这么强了 然后就到了今年 今年形成了这样 一人一侧的一个现状 就听起来确实压力山大啊 这个现在的读这个本科 已经不算什么了 当兵也好 或者去企业也好 都是按人头来算的 对啊 一个一个解决就业问题 对啊 你别说本科了 今年不还有那个博士 去北京的那个女博士 当了城管 然后你包括像天大 天大有的学生 他们拿到 有很多学生拿到的offer 实际上就是个销售港 就进了那个大的企业 就是销售港 其实说到这些现状啊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原因 就是肯定跟这个疫情 口罩细细相关 现在就是这个各行各业 其实都是受到经济形势的一些影响的 从而这个用工也是会谨慎的多 他不敢大步向前了 而且你像刚才说了很多 都是高校的毕业生 其实包括这个很普通 像农民工啊 这个流动的这种 就是一般的操作工 他们的招聘其实也受影响 因为突然也有疫情的话 所有人的流动性都会降低 他需要人的话 他招不到 所以他的岗位也减少了 招的人也少了 没错 包括还有一些因为政策调整 就整个行业都受到影响了 对就行业没了 比如说 我觉得影响最大就教育行业 是教培 当然教育行业 这个从国家角度来讲 他们双减的 这个大的方向是没错的 原来教育培训机构啊 我给你们一个数据 天津的 天津的所有学校加起来是3900多家 那天津的所有教培机构 登记在册的是4000多家 然后这些还是不包含 那个没登记在册 比如说黑家教啊 这一套 而且就是之前也有过一项调查 就是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 选择的这个就业的方向最多的 就是教培行业 教培行业排在第一位 它其实相对门槛比较低嘛 你有学历 本科学历出来了 你有基本的教育素养 它有一些工作就可以开展了 而且赚的也多 这个行业 对 所以这个行业就是因为监管的原因吧 它自己本身也在裁员 那新的血液也输入不进去 所以这一块也确实是 应该大几十万的就业市场了 甚至确实是它没有 它没有能力再消化这些新鲜血液了 对 像新农方 这一家公司一次性就裁员6万人 包括现在互联网大厂 这几年也是各种原因在裁员 它的就业的渠道 机会就是在减少 当老师和去考工 也曾经不是那么辉煌的 对吧 对 再往早了去了 这个端工员和当老师都赚的工资很低了 像咱父母那代吧 对 你就说我妈吧 我妈当时是师专毕业的 天师专毕业 她那会儿考大学的时候 她能上本科的线 但是她农村出来 也不知道什么是专科什么本科 他们一条线 最后傻不乎乎的报了师专了 然后当时那个通知书下来以后 然后她拿到通知书 她就拿来问老师 说这将来干什么工作呀 老师说这将来当老师 我妈说 这不毁了吗 这我白念了 这考大学白考了 那你妈想干啥呀 我妈想当考古学家 跟我当年有 我也信心的之约 她喜欢这个 然后我妈还想当律师 就是她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但是他们那个年代就觉得老师不是一个什么好的职业 可是后来就不这样了 对呀 后来包括一些待遇啊 福利就逐年代升高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说 要把老师的工资和公务员拉齐 对 有那么多年 对吧 尤其最近几年像国企还有公务员的退休金 都是连续十多年的上调 像在山东啊什么的 退休金八九千 出几以上一万多 怪不得山东考工大省 对呀 那比在职的很多年轻人 绝对要高很多呀 那就更加剧了这种执着对于考工的 但是你话说回来啊 你刚入职 也许你是本科毕业 对吧 我们那年 我们那些年还流行本科毕业直接就职了 那才二十二岁 你到退休 就算女性五十五岁退休 还得有三十多年 延迟退休了现在 你就算六十 就算五十五退休 还有三十多年 那我就为了 最后的那个工资 可能会比可能去企业或什么的高 那我要三十多年做这种工作 我就浪费这一辈子吗 对当时会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我先走一步看 我觉得这很多年轻人出到社会上的一些想法 曾经 咱们那个时代吧 我那个时候是 我刚不说了吗 我是被迫读研 其实我爸还是比较有远见的 我们那个时候卷起来了 但我看不到 我只想尽快的进社会 只想尽快去工作 而且在我们毕业那会儿 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 哎呀 当我不应该那么说啊 就说这个 读研的人和考工的人 都是没本事的人 有本事的 毕了业就能找着工作 我们当年会有这种 是吧 会有这种认知 我们那会儿也还会有 我比你晚三四年吧 但是我爸已经看到了 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卷起来了 他说 而且当时我不是 保研吗 哎呀呀 我当时也是可以的 谁让你上的 我就想上 别卷别卷 继续 当时呢就是被我爸逼着回去了 主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就两次哦 一次是这个不回去读研 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第二次就是不考工 就要跟我断绝关系 所以我是被迫了回了读研以后 然后研究生毕业以后 我才发现 哎呦 就业市场确实已经很卷了 我当时的研究生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那个时候 嗨 亨你要不上那三年研究生 你当时也挺有竞争力的 那三年加剧了卷的速度 确实确实加剧了卷的速度 然后出来以后就是考工嘛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一种 考工叫选调生 知道 就选调生啊 一般可以重点大学吧 对 然后就倍优秀那种人才能参加 我认识的都是北大的选调生 我们那年代还没有了 后来才有 就是我们又得是党员 又有98521毕业 还省级优秀班干部什么什么的 各种荣誉家喻一身 我呢恰好就符合这个要求 用凡尔赛 我爸说 选调生怎么不考呢 行行考考 不考的话 哎呦 在家里摔摔打打 考吧 反正我考去了 考不考得上就是我的事 看来是没考上 没考上 因为我就想当记者嘛 就故意 我也不准备 故意没考上 不是 故意没准备 但是你的实力确实不如人 然后选调生没考上 公务员没考上 事业单位没考上 没招了吧 当记者去吧 也没有断绝妇女关系 没有 那我爸后来 尤其是疫情这两年 他看到基层的那些公务员 那么累啊什么的 然后他说 哎呀得亏当时没干 反正我觉得很多人 至少我们那时候 对公务员还是有点刻板印象的 所谓的官僚期 然后所谓的稳定一眼 看到头 这种感觉对于年轻人 其实是肯定是不喜欢的 但想不到现在就成了一个趋势了 就挤破脑袋要考别人考工 我记得以前看那个凤凰卫视 有个节目 当然是一个类似辩论的节目 大家在讨论 考工热到底好不好 然后其中有一个小女孩 站上来就说 她说挺好的呀 这个优秀的人们通过考试 选拔出来之后 都去当公务员 都去这个管理国家 管理社会那是推动社会发展 是哪个一件好事如何如何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 比较知名的人物 但我不记得是谁了 他就说 他说反驳 说其实在国外 尤其像比如美国 真正优秀的人 是去从商 是去创业的 那他们才是真正创造社会价值的 那公务员啊 或者这个行政人员 是进行管理的而已 我赞同你说的这个 你像我有一个同学 初中同学 他上初中的时候 就是智商超群 然后又参加各种奥赛啊 什么的 后来从我们那个 我们属于郊区嘛 从郊区 然后考到了市里的 重点中学的重点班 结果我就在今年啊 上个月 我遇到他了 从我们毕业以后 就再没见过面 他成了一名公务员 还是干机要工作的 其实主要就是跟文健打交道 我说这不会了吗 这么好的人才去当公务员 没有必要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你说的这个 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 但你还要看 为什么这么有能力 或者智商很高 他很有创造性的人 他没有在应该 他发挥价值的岗位上呢 就是我觉得 他其实可能还是一个 内外都有吧 对 他是一些 他是一个整体的 还是一个整体的经济形式 包括一个社会环境造成的 其实我能懂你说这意思 尤其是当下这个社会 一个处于经济不稳定发展的状态 那本来追求舒适 就是人的本性 对 那我求文有错吗 没有 那我想创业 我想去这个大厂 结果我第二天被裁了 或者第二天我资金链断了 那我更加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而且会有很多 随着你的这个生活吧 就是你的生活的推进 就有很多现实的因素 限制了你 我有一个同学 是我高中的一个闺蜜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她当时高中毕业之后 考上的是南开大学的医学院 南开大学的医学院 他们是本硕连读七年 那很厉害 对 而且学医你知道吗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是你要终身学习的 她当时都已经毕业了 然后已经就业了 她跟她的先生都是同班同学 都是学医的 七年制出来的 然后都在天津的三甲医院就业了 但是后来是因为实在被生活压迫的受不了 因为在医院三甲医院的工作 真的是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尤其是当你有了孩子之后 这两个人天天你上完夜班 我上夜班 这孩子根本就没人管 后来没办法了 我同学就去考了工了 他比较幸运 因为太聪明了 那进三甲医院也应该有编呢 对 他是事业编嘛 他考工就是 事业编 事业编的待遇 确实不如公务员好 但是他不是为了编 他就是为了不用再上夜班了 可以稳定的朝九晚五的去照顾孩子了 但是后来 其实就会发现 现在公务员加班也是常态 那当然了 也非常辛苦 而且他们加班没有加班费 还有这个大筛 疫情这些 除了大筛 因为他在卫健培也是最繁忙的一线 这几年真是累的也不行了 尤其是基层 他除了大筛 除了这个疫情的问题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那个事务性工作要做 对 今天检查 明天检查 今天报材料 明天报材料 所以体质不是错 还是总体的 小黑你经常去学校采访啊 尤其这个毕业的这些孩子们 这些孩儿们 他有什么特点吗 其实咱们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 你们对00后 刚才说到了 今年是00后 第一批00后走上社会 你们对00后有什么印象吗 反正我有时去企业采访 一到企业 尤其是那些制造业企业 管理者真的还挺有鸳言的 说哎呀不好管 这今儿上班明儿找不着了 要不失恋了 然后就要跳楼 就有各种的 你想不到的奇葩事发生 他就觉得是00后 他就管不住了 这个差距太大 变化太大 就这种印象 但是我觉得这种印象 也是站不住脚的 就像当年 说80后 对 不靠谱 其实我就觉得 我其实挺讨厌 我挺讨厌这种 给什么什么后贴标签的 就80后 那个时候咱们80后 被人说什么是垮掉的一代 对吧 怎么我们就垮掉了 我们现在不挺的挺好的吗 包括90后也被标签画过一段 对啊 然后你包括现在00后都说 老子不干了 老子有吗 确实有 肯定是有 对吗 但是我相信这是少数 我觉得这个是 也是社会发展 社会进步的 造就了这批人 其实你说白了 就是那这批人 他敢于说 老子不干了 我不高兴了 我今天我就请假了什么的 我不用在乎老板的感受 那我话说回来 我为什么要在乎老板的感受呢 我要在乎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那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应该也是80后的作为吧 而且00后追求工作 是开心 是自己要开心 我们80后甚至 我们再往前说吧 我们的父母60后 是为了温饱 你看我爸找工作 就是他首先要解决温饱 其次他为什么学一 因为我奶奶身体不好 所以他学一 这并不是他想干的事情 背负着家族的使命 对那到我们这个年代 你像我是80的最后的尾巴 我就已经可以自我起来了 因为我的父母 他们有能力 我不需要我来照顾 不需要我去考虑他们 那我就想干点 我自己喜欢干的事 8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 我觉得8090后 逐渐的其实会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对所以现在发展到00后 这些学生的时候 那他更可以了 这恰恰说明是社会进步 他们当然也有一部分 可能还要顾及一下家里的情况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 他我完全可以按 我自己的想法活着了 对而且他们还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点 就是他们比如跟老板去 所谓讨价还价什么的 他是有法可依的 经常听他们的企业主会说 这个00后小孩 他到月底结账的时候 发现薪水跟他同时做的 这个工友的薪水不一样 他会按天去抠 然后找老板去问 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呀 对啊 你凭什么维权意识和能力都提高 没错 我们倒逼着企业健康发展嘛 法治社会的结果嘛 在进步嘛 就是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呢 就是好像比较自我 他有的时候表态出来 是可能好像责任心 有点欠缺啊等等 这样的评价 但是有的时候 他更多也表现出来 是好的一面 对 他更明确的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对 他也就顺着自己的想法去追求 对比如说我最近刚踩了两位00后 就是今年找工作的 采访了 采访了采访了 第一个呢 是天津大学教育学的 一个一个女生 她当时是 整个整个就业季吧 找了四五份工作 我记得是 有出版社 然后有银行 还有哪些我忘了 反正offer大概年薪是在二三十万 哎我觉得还不错 就没有想象中 没有想象中 是因为比咱高是吧 真的很不错了 你想现在大家说 男男男 他能同时拿到几个offer 对 待遇也不错 但是他说那个 也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岗位 不是他想做的 比如说有什么销售岗 什么的 就不是他想做的 他说我不是冲了钱 我就想干哪 我自己想干的事 最后他去哪了呢 去了西部计划 西部计划呢 就是说到这个西部 祖国西部去当志愿者呀 然后进行一些这样的工作呀 不只是指教 他呢最后去了新疆 现在已经到新疆了 就是在二十多号 七月二十多号他出发的 已经到新疆了 一个月呢 给的是工作补贴 只有补贴 两三千块钱 当时你知道 我是跟另外一个纸媒的记者 一块采的这个孩子 然后那个纸媒记者 后来跟我四季家聊天说了 这孩子多仇人呢 然后这个纸媒的记者 他没要孩子 然后丁克属于 他说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不应该要孩子 多仇人呢 我要他爸妈 我得我得气死 但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个姑娘 她说的一句话很对 她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将来 我到底会是什么样 但至少我知道 我当下想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说仇人 那个也能理解吧 能理解 因为他经历了社会的喜恋之后 他知道什么样才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少走弯路是吗 对 或者是 是你可能 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但你有可能 这些无限的可能 都是不如你去找一个 固定的offer好 可是我给你讲一个哲学问题 你知道年轻 青春是用来做什么呢 是用来不顾一切的 对呀 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对呀 我觉得每一代都有这样的人 对呀 他撞一撞南墙 也许他能 他能闯出他自己的份天地 也许他也回来了 那我们拭目以待 对 而且我觉得有勇气的人 其实运气都不会差 第二个女生 是另外一种极端 就是他特别牛 他上学期间 他研究生毕业 上学期间 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发了七篇学术论文 都是很牛的论文 然后又是学生会干部 又是班里的干部 又干这又干那的 但是他找工作 我就给自己局限在航天领域 他前后是发了26份申请 最后只收到了四份offer 我说你这么牛 为什么那啥 但是他能收到四份 他就已经学得很开心了 然后他说是因为这个是女生 他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就业歧视在里面 尤其这种航天类企业 他可能也难免 他自己表示理解 最后收到这四份offer以后 最后他选择去了北京的一个中字头的一个研究院 然后在那做的 我觉得有一点点涉密的工作吧 因为他没有给我详细的去说 然后我问到这两位同学 我同时问他们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们给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同级的学生 或者是你们的学弟学妹 给他们什么样的就业的应聘的建议 这两个人都会跟我说 你们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 就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然后坚持下去 这两个人是完全在不同的时空下 不约而同的得出了结论 没错 所以这也是00后的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反 一种另外一种自我 我觉得这也是这回的进步 对吧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我不知道啊 就是能够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越来越多了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概 比如说能有多大比例 反正我觉得我们当年有很多人 是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可能就是跟着流行的趋势走 但是流行的趋势往往已经是 比如说他到顶端 或者是从顶端往下坡走了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 现在00后小孩特点 我觉得也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孩子 但其实还是大部分的孩子 还是很普通的 你看我去这个企业采访 当他说完 我刚才提到那几个特点之后 我又问一个问题 我说那您已经招聘来的 这个固定的 这个稳定工作的这些00后们 是什么样的 跟以往的这种应届生有区别吗 他说嗨 那还是差不多 反正真正干下去的 还是都是那些比较踏实的人 所以这个甭管是特别的奇葩 还是特别的优秀 还是在两头 真正的普通的认真干 需要有一份工作 维持自己生活的人 还是大部分的人 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那个找到工作的这部分人 其实没有找到工作的人 或者是不找工作的人 还占很大一部分 而且他们不着急 对 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 包括就业的主管部门 我们采访的时候也遇到过 就说现在 懒就业 慢就业 真的很普遍 对 其实这已经持续很多年了 对 还有就是考研的人特别多 你像我采访的话 我采访的98521类的院校 大概有70%的人 70%的人会选择考研 其中有不到50%的人会上岸 那世属院校 也就是非98521的这种院校 考研的人也是70% 我就举一个例子 是天津的世属院校里面 比较靠前的一个学校吧 他最后上岸的人只有10% 什么叫上岸 就是考上了 考上的 你怎么不知道什么叫上岸呢 不知道 我以为是放弃了 打算工作的 考研最后考上的叫上岸 一姐还是带有我们那个时代的 认为工作了才是上岸的 我说考上了是上岸 考研上岸的人只占10% 所以那这部分人 而且每年的这个考研的人数 也是越来越多 而且还有反复考的 就我考不上 我明天还考 二站三站 我再考 但是这些人他都是纯 就是这叫什么 听在那叫什么 你知道 他不是说我 比如说我今年我毕业了 我没有考上 没有考上研究生 那我就大肆毕业了 我毕业了以后 那我先工作吧 工作我再考 不 他们就都是在家里头 就在家里考 就静止状态 也不工作 然后再考 二考三考都是这样的 因为这部分人不能说所有家长 就是很多家长也是不着急 那好 那你就慢慢考 我们也养得起你 所以是不是社会的进步 当然也不应该这样 其实有一些学校的 就业办的老师 还会劝学生 去劝退 就是说 你还是别考研了 因为那个就业办老师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能考上 因为他那是白耽误功夫 结果最后反而被家长找过来说 你凭什么劝我们家孩子不进步 所以说你说这个懒就业 慢就业 他完全是赖学生吗 或者这个懒和慢 本身他就有一定的贬低的感觉 但其实他可能就是个中性词 他不需要着急 他不需要勤快 对吧 他不需要 当然这个是小的背景 也是因为家庭大家都有能力 都有实力了 其实大的背景 我觉得还是教育出了问题 我觉得教育是有问题的 这个我不能说是贬义还是褒义 我就直接说他是有问题的 首先 每年的研究生扩招 给了大家 所有人 想考研的人 不管他有没有实力的人 给了他们理由 反正他也扩招 他扩了 兴许就把我扩进去了呢 你看20年的9月份 国务院教育部就印发了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这专业学位呢 就是专硕 这几年比较火的专硕 明确到2025年 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并且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 扩大到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 并且要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我觉得从我一个外行人角度 我看这个我是觉得国家是为了提高这个学术的水平 提高这个学生的素养 所以扩招 我会觉得包括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 不断的扩招其实就是延迟这些大规模的就业的人 集中的到社会上去解决就业问题 因为解决不了 所以他需要让他给他一个出口 好你去读研吧 或者好你去读博士吧 你晚两年再就业 把问题推到下一年或者再下一年去解决 现在的这个研究生扩招 不仅是体现在人数上 而且各个学校都在开设新的专业 增设是吧 增设新的专业 并且各个专业下面还要再设 学术型硕士 专业型硕士和非全日制 但是我觉得这个新增专业 其实它还是紧跟着这个国家的重大战略 包括它未来要重点发展的方向 一些好的专业 确实我觉得专业本身没问题 那可以 那你在商业大学里面增加语言类 语言类学科 在语言类学校里面增加工科类 工科类专业 在理工类专业里面增加农科类 这你又该怎么解释呢 现在这就是大的趋势啊 而且我也跟学校聊过这个事 各个学校都在扩招这个研究生指标 一个985的院校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 学校也愿意扩招 为什么 因为学校需要钱 多收费呗 对 研究生的学费是很高的 我当时读研嘛 985 211 我还是全日制啊 我挣几八本说是啊 一年一万块钱 学费 然后再有就是 你研究生导师 硕岛带学生什么的 也会也会有钱 包括项目上也有经费 这都是钱呢 对于学校来说 他也是何乐而不为 但实际上对于大的社会背景来讲 就是个阿福刚才说的 实际上是本科的这个就业压力 来到了硕士比 这个其实之前几年 就一直在提这种说法 对 就一直有人在这么说 疫情之前就这样 但是这些东西好像 他就像走在这个车轮 就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了 就好像恶性循环 对 因为它卷起来了嘛 所以就是导致研究生 现在研究生也不值钱了 然后我最近都在想 我要不要读个博 对啊 博士生不都去城管了吗 还是北大的博士生 对 而且你在国内读博 可能都不行了 因为有很多岗位 他要海外留学经历 海外留学活在的博士 对 曾经有一段时间 其实海归还是很受欢迎的 那个时候 因为很多之前 在往之前 就是出国的这些留学的人才 往往都在留在当地的会多一些 后来有一个阶段 就海归会比较多 因为国内发展的机会要更多 对他们来讲 可能选择的机会更大 而且毕竟在父母身边 可能国内嘛 离着比较近 文化背景也都 相近 有很多人选择回来了 但是这几年又开始出现 海归也卷起来了 对啊 都是名牌的海归 对啊 然后去竞争一个岗位 就一个岗位 对 而且最主要是这些人 真的社会上需要这么多 高学历的人才吗 就是虽然这个培养高学历 人才还是社会进步啊 但是社会上 它容纳得了吗 没办法 容纳不了啊 因为它已经卷起来了 没办法了 你像我那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中学哦 天津有很多的重点 中学就在招博士生了 北大博士 我当时在想为什么博士生去中学当老师是为什么 天津某一个区幼儿园招硕士生 然后我说这个去干什么呢 硕士生出来以后看孩子 好像就是因为水涨船高了 对 所以你看现在 我觉得国家也在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它转回来了 对 转回来以后到中考这一关开始卡人 就你柔的人生不到高中去 对 所以现在不是说中考这个升学率这个降低了吗 前段时间这个一直在疯传天津的中考升学率只有50% 比如说50%上高中剩下50%分流到职业院校 职专中职 我求证过 没有这么低 但是也不是很高 但是你从这个就业市场来反推的话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去一些考工啊 大厂啊 大企业啊 这些好像竞争压力竞争很激烈 但同时每年你知道吗 在春节过后都会有那个春风行动嘛 全国可能都会有这春风行动 主要都是一些节后反岗的这种 比如说像制造业啊 这种技术型的工人 但是这个技术型的工人招聘真的很难 就是你一个熟练工 他还能踏踏踏实给你在这干住了 真的很难 有的时候是企业 其实他给了挺高的待遇 都很难招满符合企业需求的 对 现在在这个制造企业 一个稍微懂点电脑的 普通的蓝领的工作 基本上月薪都能八千到一万的样子 对 其实他薪水并不低 对 你像一个在边的人员 真的周围有三四千一个月 甚至两千多一个月的都有人在做 所以说因此广大家长不要焦虑 就是咱中考分流以后 将来他挣的也不会少 所以就是说他在分流这个 就是他这个学生 你是上普通高中 上普通大学 还是分流到职业的 专业的这样的职专 或者是职业大学 他应该跟你社会的这种岗位 提供 他应该是匹配的 他不能说 我这个比如说像刚才一姐说的 你有这么大量的岗位吗 我可能都是需要大学毕业生的 但实际上 我这岗位就三十 比如说 但是我现在有一百个毕业生 但是我这边可能我需需求大量的技术的工人 而且他的待遇也并不低 当你的待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社会认同 社会认可可能也会逐渐的上升 对 就像这几年其实好多 包括咱们国内不是发展那个智能啊 什么 就我觉得我说的不专业 但是是智能制造等等 制造业 需要大量的这样的工人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舍手了 就是他不均衡 尤其各地各省市之间他也不均衡 人才也不均衡 对 你在北欧那些国家 一个蓝领工人证的 跟一个董事长 其实差不了太多的 就是他会很重视这个人力的这种资源的这种创造力 你也得看是啥董事长 就是他的社会 他有二次分配吗 对吧 你虽然可能工资高 但是你税也高 但是对于这种普通的蓝领工人的 不甭管是这种尊重尊敬的程度 还是这个薪水的这种高低 还是非常的这个照顾的 所以我觉得慢慢的 咱们国家也在向那个方向去发展 你现在包括发展这个实体经济 其实最主要还是需要一线的工人操作工 一线的这些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去进行的 你不可能所有人都去在办公室里 指指点点这个社会就创造财富了 对啊 其实我前两天修我们家那个防水 我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他真的那个防水 我觉得就从技术操作上来讲 从我的眼光来看 我真觉得挺简单的 但是他修那一个就要一千二 然后有一个是那窗户修不了 他需要搭架子 说搭架子 人家还给我找了一个便宜的 就把那架子拉来搭一下三百 然后我说 哎呀这个跟我们写一个稿 差不多的价格了 比咱挣钱好好赚 对啊 我说这个 好像我觉得要我开个副业 我也搭架子 谁需要搭架子 我搭这一下 然后人家说其实也很有讲究 就包括你这个距离啊 就是你这个架子和你要去施工的 这个点位的距离 你要算成本 算车的成本等等等等 哎呀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他的 这叫什么 金子 不是人才 不是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讲究之处 对 对吧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 咱们一直有句老话说的 就是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我们说回来了 刚才说到是教育出了问题 当然不能说就业的根本就是教育出了问题 我觉得教育是一方面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刚刚我们说完这个学历的这个卷起来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明明可以不这么卷的 我觉得是教育高校的教育的培养人的方式出了问题 你比如说刚刚我说到2020年 你像985院校那个两男代役女的事情 他 他把这部分人的就业解决完了 但是非98521的学生才是大多数呀 那他们把这个岗位站上了 98521把这个岗位站上了 那势必 那些非98521的人 他就没有地方去呀 好了 问题就在这了 如果说98521培养出来的人才 他本应开始给这个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的人 老板 创造就业岗位的人 他是创造就业岗位的人 其实早年间 你像一姐也采访过天大的一些校友对吗 创业的也是不少 他们为这个社会贡献了很多就业岗位的 对之前在那期节目里我也提到过 就是有人问这高晓松 这个清华毕业以后去哪工作 高晓松不就说说这个名校的毕业生 怎么能想就业这件事呢 你们应该想怎么去改变国家的命运 怎么去为国为民去民生大义 想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放到一个具体的事来讲 其实就像刚才小黑说的 那不同的学校对学生的培养 不一定都是按照就业去培养 那我为了就业培养 我真的去职业院校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去学哲学 学人文 学数学 学基础物理 对 但你们发现了吗 你说到这我想起来就是 你反而在你身边 咱就不说远的 就说身边 这些能够提供 或者创造了就业岗位的人 还不是985211 985211都去体制内了 都说学习不好的将来当老板 真是这样 但比如说学习特别不好吧 反正就是普通高校的 像我认识的朋友 你也去采访过 是吧 人家就都是比如说大专啊 或者普通的本科院校 人都当老板了 原来讨论过 我朋友说 他说你看 真正现在在社会上有本事 就是你首先 他没有能养着他的父母 他啃不了老 同时呢 他自己又没有这个学历 他去竞聘那些 去竞争那些特别好的岗位 他就只有一条路 我去拼一下 我拼一下试试 那有的人就拼出来了 可是光靠拼 这样拼出来的这种 太少了 拼出来太少了 而且也太苦了 我明明可以通过教育的改革 来改变这一现状 也会改变整个内卷的现状啊 就是像那个小黑刚才说的 就是教育是出问题 但绝对不是唯一的背锅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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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现在这个经济不好 那你在这个稳就业 他也不如鼓励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穿越企业 发展起来有意义 对 他把坑做多做大了 那大家自然不用那么去卷 去考工考编了 我说一个小花边啊 就是今年那个就是 实际上刚刚说学生 慢就业懒件 学生不着急 其实家长也不着急 有着急的 然后你知道谁最着急吗 学校最着急 学校为律 为了完成指标 所以现在学校也创 不能说创造吧 可能也是国家认可的 有一个叫就业去向率 这就业去向率 还都挺高的 你知道怎么算出来的吗 比如说有一个市属院校 老师跟我说 他们班有20%的同学 都去做了 网络主播 自媒体 自媒体 还有我自己开工作室的 什么搞 当瑜伽老师的 这种都算 都算就业了 也是把他们逼得没招的 就我觉得这也很奇怪 就学校为什么要背就业率的 这个指标呢 你学校就教书育人好了 这个就业这是下一步 是社会需要考虑 学生自己需要考虑的 我就认识一个老师 前日也跟我抱怨说 现在背各种指标 且不说别的了 就单纯他是一个学科的老师 他要背着底下多少个学生的 就业的指标 他说我往哪去找指标去 对吧 他认识再多人 他可能解决大家的就业 那得多神通广大 这就是防企拓岗那帮人 就是帮学生去防企拓岗 去去去去去 这样落实到老师 落实到人头上 才能一人一侧去帮学生找工作吗 但是你说老师每天在教学 他能认识多少个企业 多少企业能为他而设岗 在开拓岗位 就这个逻辑我觉得就很说不通 其实你想想这样的话 老师就没有时间在搞教学 搞科研了 对啊 他就不能专心去做教学工作了 对 他背着这些负担 他怎么能做好呢 就感觉有点本末倒置了 对 而且之前不还有那个 以创业带动就业 现在一直也在提 但是你刚从学校出来的人 真的就不是说你不能去创业 但是成功率真的很低 如果你有创业的愿望的话 其实还是应该先就业 有一定的经验的积累 或者是你有一定的摸索 找到自己真正适合的方向 再去创业 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 我觉得这也是因人意吧 你像咱们这工作这么多年了 出来创业也不容易 就没有那个细菌 因为之前我去采访过 就前几年那时候提创业 提倡创业 然后有很多的重创空间 当时各个区都建立了 好多重创空间 提供这种孵化器 让大学生在里面 把项目在里面 给你做各种服务 帮助你去成功创业 我当时去采访了 好多个创业公司 包括有美院的学生 做的什么 类似于文创的这种 给企业做定制 文创产品的这种公司 也有的就是 比如说互联网的一个 维护运营等等这样的公司 甚至有的就是做微商 但他就说他们这叫什么社群 社群销售什么的 就当时都是 反正就是心怀大志吧 觉得要把这件事一定要做成 而且当时推出来 被接受采访的 其实都是做的还不错的 但是后期有的一些 加了微信在追踪啊什么的 就都不行了 有的呢 美院学生可能他就不干那公司了 去教小孩写毛笔书法 就反正是各种 都是这样的一些最后的结果 就我唯一遇到的 有一两个确实在大学毕业 就创业成功的 就那卓朗科技的 哦知道了知道了 那是我刚工作的时候 的一个采访 认识的这个 当时他就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后来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企业家 成功的企业家 他现在还是大学生那个样子 他不不不 他不是了 我接触过 不是当年的那个样子 你没见过他当年的那个样子 反正就是 我觉得就是 他有很多机缘巧合 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我们一直在说 疫情放大了很多事情 确实疫情也把这个 就业的问题放大了 那你说 该怎么办呢 就是 孩子们该怎么办 包括我们这些 有35岁焦虑的人 该怎么办呢 出来做博客吧 嗨 找一个垂直的方向 现在不是有很多新的 这种促就业的方式 我记得我也采访过 线上的招聘会什么的 就觉得想找工作的人 放下姿态 然后踏踏实实的去找一份 可能还没那么满意的工作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就先干着是吧 对就先干着 但是不想找 或者说真的有 理想有目标 暂时还没有匹配上的 如果有能力 家里养着 或者啃老什么的 也许 恍荡恍荡也不是个 特别大的问题 恍荡恍荡是什么意思 你解释一下 你等着 咱们全球的听众 有人听不懂 阿福 就是晃悠晃悠 对就是 凑合凑合 就是晃荡荡荡 晃荡荡荡荡的 可能也能找着工作 对 虽说如此吧 我一直觉得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还是挺重要的 像我当时就是一毕业 我没毕业的时候 我整个大四这一年 我都在媒体实习 你第一份职业 当时其实挺想做媒体的 但是 你实习这一年 到毕业以后 很自然的 就后来就留下来了 就签了 就干这活了 但是 你就觉得 当时是想着 以后我可能 当时也考虑过外体 好多这个职业 就觉得 是不是以后 我还可以再做选择 当年轻了 我真的觉得 我可以再做选择 但是好像后来 也没有一个机缘巧合 或者是 又让你下定决心 去做这个选择 就过到了35岁之后 然后你就没有 何选择的机会 或者机会很小了 也不用焦虑了是吧 对对对 也不用焦虑了 不像我现在 对 对包括就是 有很多 有朋友啊 或者是 有那个同事啊 什么就是会问到我 说孩子毕业了 做什么工作比较好啊 甚至有人就说 你看我们这个 小女孩 学那个英语的 你看我们这个研究生 也都上完了 你找一什么样工作呀 你知道 我特别讨厌 听到这样的问题 这没法回答 对啊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也得要 有个大致的方向吧 对啊 你看就像你刚才 讲那两个例子 他甭管是西部计划也好 他还是去航空航天也好 他是目标很明确 他只要目标明确 他在这个里面经历的 每一段经历都是有价值的 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份工作 你一定要考虑好了 因为这个行业 其实会影响到 也许你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一个选择 和直接的待遇水平 但是很多人 我觉得大多数人 刚毕业 他是一脸懵的 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适合干什么 喜欢干什么 那你说怎么办 那就上学了实习呗 那也没事 那也没事 是呗 我多试试 我给你举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是我曾经 上班以后啊 当时觉得应该 还要自己再提升一块 永远是想追求一下进步 当时我就报了华尔街英语 这华尔街英语 现在是不行了 但是当年还是挺好的 以下的部分 请用英语来说 华尔街英语 然后呢 当时学费也挺贵的 然后进那个华尔街学校 就得用英语跟人说话 现在我不在华尔街学校里了 没法用英语说话 怕你们听不懂 还挑地儿呢你 快说重点 然后当时有一个外教老师 她是澳大利亚人 是个女的 挺胖的 然后有一次 我们互动课的时候 她就问我们说 你们都有几 都干过几份工作 然后我们就挨个说 然后我说我就这一份 我觉得别的同学 好像就两个份 三份算顶天的 然后那老师 这么少 然后我们问他 你干过多少份工作 他说这是我第四十份工作 第四十份工作 我当时都傻了 我说这人也就四十多岁 那他平均半年换一个 还是几个月换一个 他就是 他跟我们说 他什么都干过 就什么都试试 只要是我能干的 我就什么都试试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活法 这也是一种活法 对 挺好的 这跟你的欲望 其实是匹配的 就其实自己自足养活 自己并不需要很多的钱 尤其年轻人 你没有生病 对吧 你没有这医疗费用 我觉得他其实还是 比如两三千块钱 他可能也能活 只要不买房就行 就是这一人生 来着一遭嘛 你就像刚刚阿福说的 我要当公务员的话 我可能 干到55岁 或者延迟退休 我一直是这样的 可是你看他 他一辈子 他至少四十分工作 已经起步了 现在华尔街英语没了 他可能又换了一份工作 早就换了 可能 这个人生多么的丰富多彩啊 对 其实我之前 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经历了这么一个同事 当时我是看到这个同事的简历 我当时真的很惊讶 那是我刚工作嘛 22岁刚工作 这个同事 他就在北京 他最初的时候 是在一家企业 应该是 然后后来呢 他又去了某一个 类似于大厂 或者是外企啊 什么这种的 然后他的第三份工作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是在北京海洋馆 做海豚训练员 然后他第四份工作 也没有做了一个什么 他第五份工作 就去当记者了 然后我觉得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就是一点 就是哪个也不耽误哪个 对 所以我当时就真的 就还挺惊讶的 尤其对于刚入职场的 一个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哦真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 去做选择 而且丝毫不会组织 就阻拦你 前进的脚步 但是我虽然后来 也没有做出太大的选择吧 但是我觉得 它是让我觉得 让我有信心 可以有改变的这个勇气 哎呀你现在也改变了 我做播客了 对你也迈出了一步了 咱们都做出了 算是咱们的第二份工作 1.5 1.5 所以这就涉及到 一个终极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成功 哎呀我的一片 对对对 就是哎呀 就好多那个教育学者 或者是我之前看 那个一些公众号 也有一些采访一些人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有一个老师说的 我忘了谁说的 但我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你需要教给孩子的 不是说知识 也不是说 不是纯粹的知识 也不是说 就让他学习成绩 要多好多好 而是让他在成长过程中 学会获得幸福的能力 就这个幸福 是每个人自己去定义的 他当然也有一些社会的 这个普遍 这个这个这个观点观念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自我的满足 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有的人可能觉得 我换很多份工作 我经历了不同的 那我就很开心 那之前我跟一姐 还听那播客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彻底躺平的 那个毛毛同学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让我就觉得 啊原来真的有人 可以这样的 选择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而且他都能自洽 对 所以说考工的人 也一样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喜欢稳稳的 也没错 对 就是喜欢卷的就去卷 不喜欢卷的就不喜欢钱 就不卷 而且你说真正去考的人 他真的就是那么强烈的 想要考上吗 是不是也会有像小黑一样 就是被逼着去考啊 没有扣热闹的 或者是害考一下吧 就也没有特意特别的准备啊 将来这种人啊 将来才有能有大出息呢 当老板 创造就业岗位 就是我不知道 我们的听友当中 可能有很多 在海外生活的 也有在全国各地生活的 有稍微年长一点的 也有特别年轻的 我希望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和你的观点 或者是你也给 现在今年要急着就业 或者不急着就业的人 提提一些建议 或者是疫情之下的我们吧 疫情之下的我们 每个需要工作 或者是想要进一步的人 给我们一些建议吧 我们也想要一点 不一样的解决方案 我在想怎么解决 我的35岁焦虑 人生充满了各种的焦虑 永远都需要解决 行 那我们这期 圆汤花园室先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听 大家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 搜索圆汤花园室 话是说话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留言 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听友群 在听友群里 说一说你的经历 和你的想法 再见 就不舍得说再见了 同志们白了个白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有津津乐道 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 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 乐道播客 天金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